被誉为最美港姐之一的赵雅芝 与老公黄敬生恩爱先生晚宴活动 对于儿子黄凯杰早前推掉好莱坞电影 变形金刚4的第二轮面试机会 夫妻俩都表示儿子的决定正确 我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会发生的 比如说你有几样事情一起在同一个时期 在发生的话你当然要选择了 问题他现在是学生 当然也要在学校的功课为主了 黄凯杰之所以退掉走红的机会 是因为剧组要求他拔出一个月时间培训 最后还不一定用它 而赵雅芝夫妇被问到 以后如果儿子入行 会否都用自己手上的人脉从旁扶住 夫妻俩都表示 最后还是要靠儿子自身的努力 我想量看 因为他现在在北京念书也有机会接触传媒 那我看到有时接触访问 他反而是觉得自己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对靠自己 对啊 还是要靠他自己 另外 近日另一最美港姐朱凌凌正是荣生奶奶 他的儿媳妇郭晶晶为他诞下了一个宝贝孙子 赵雅芝表示已经给朱凌凌发短信祝贺 由于退役港姐组织慧颜雅集 据说会集资送一份礼物 给刚刚当奶奶的朱凌凌 赵雅芝就表示目前还没定案 还没正式商量这个事情呢 我想还要是要问问最美丽的grandma再说吧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